郭富城山豬寶寶 堪如學家李承澤 今日舉行新書發布會 看到郭富城山豬寶寶 原來李承澤去年就猜到了 因為去年剛巧和郭富城 做一個活動 當中互派利是 我派多了一個紅包 派多一個利是給郭富城 澄澄問我 很懷疑為何派多一個給我 我明年你就知道 兒女我真的沒有問過 因為我和他也不是很熟 我純粹是尖掛和看面相 不過他兩個夫婦的面相 都是俊男俊女 生兒女都不拘 薛凱琪這日做嘉賓 師傅說他八月可能感情有聲話 我希望是七月 這個是開玩笑 其實我覺得真正的戀情 如果是一個好的恩怨 我覺得等久一點都是無所謂 因為如果找到一個對的人 其實是會一起相處一輩子 所以等久一點等到八月都是無所謂 提到方大同的紅館演唱會 Fiona會不會去做嘉賓呢 如果他邀請我我也很開心 覺得很榮幸 因為這個是大同的第一角的紅館歌唱 但其實他不邀請的話 我也很興奮 因為其實每一次做嘉賓 你是會看少那個歌手的八首九首歌 因為你又要準備好 在背後唱歌 可能會失去大概十首歌 所以如果他今次不邀請我做嘉賓 我就可以比較有福氣地 可以在台下看他唱三十多首歌 所以他請不請我 我覺得我還是很開心 謝謝你